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山清水秀 民风淳朴 我们了解到荣江县人民法院在各个基层法庭成立民歌法庭的做法 在全国法院系统中享有声誉 2014年3月的一天 我们跟随民歌法庭的法官一到 到村里巡回审里一起离婚纠纷 经过一番忙碌 上午9点一个巡回法庭开庭了 这起案件原被告是一对老夫妻 丈夫杨秀元已经65岁了 妻子石朝兰比他小6岁 两人结婚已经有36年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令老两口走到离婚这一步呢 事情还得从三个月前说起 原来2013年12月底 与杨秀元生活了三十几年的妻子 突然离家出走了 最前他都在他的妻家 在他的家 我补客 他到十二月底就出去了 十二月二十就出去了 原来杨秀元的妻子石朝兰 在去年的十二月份 因为一次吵架竟然离家出走了 而且一走就是三个多月 连个电话也没打给他一个 这令杨秀元心里十分不安 那我也搞不清楚了 那是他的心情上 杨秀元的妻子石朝兰 比他小六岁 两人结婚已经36年了 妻下有三男一女 妻子的离家出走令杨秀元十分不安 而更令他震惊的是 今年二月 妻子突然告到法院 要求和他离婚 我在我这一期往他的心编过来 我两个在一起同时走起走村 两个的夫性夫人都走好 尽管杨秀元对妻子提出离婚的要求百番不愿意 但妻子已经起诉到法院了 她也只好面对 一个家庭 夫妇感到哪里没有争吵 我是七七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评室现场 结婚三十多年 西夏儿孙满堂的两位老夫妻要闹离婚 让人觉得有些蹊跷 对于丈夫杨秀元来说 一次吵架之后 妻子离家出走三个月 回来就铁了心要和他离婚 更令他不解 那么这对老夫妻究竟为什么要离婚 三十多年的婚姻背后 又有着怎样的隐情呢 荣江县法院的民歌调解员 又能否让老两口回心转意 这次开庭 法院除了邀请了当地的民歌歌手 作为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案件 还邀请了民歌歌手 作为民歌调解员参与法庭的调解 那么荣江县人民法院 为什么要让当地民歌歌手 参与法庭案件的审理呢 原来荣江是一个少数民族人口 占多数的县 这里的苗族和洞族等少数民族 能歌善舞 尤其喜欢唱民歌听民歌 可以说他们的生活离不开民歌 节日里 山寨里的男女老少 会齐聚一起在歌在舞 来的客人会用敬酒歌来表达他们的热情好客 恋爱时青年男女会用民歌对唱 表达自己的情怀 甚至是邻里纠纷 当事人也会找当地的民歌手帮忙调解 民歌是我们的少数民族这种文化 当地老百姓他都比较乐意接受这种文化 那么民歌歌手 在我们的少数民族 这个老百姓的心中地位是相当高的 荣江县人民法院的法官 在下乡审理案件的过程中 发现民歌在当地少数民族群众中的重要作用 于是开始尝试让民歌歌手 参与到民事案件的调解中来 在我在这个法庭有个老评长 杨生长 他是我们洞族人 他在办法中 他就对了在91年时候 已经引进了这种方式 经过十多年的实践探索 法官们发现 让民歌歌手参与民事调解效果不错 尤其是婚姻假评 赡养 邻里矛盾等案件尤其有效 于是从2009年开始 荣江县人民法院 开始在全县各个法庭 推广这种做法 通过这民歌法庭来发解这个邻里纠纷 家庭关系这方面 他能够就是让当时能够更容易结束 法院的这个调解 就他们这个能够更终于我们这个 邻里的和谋 家庭的和谐 把这个谋解的精神 荣江县人民法院聘请民歌调解员的做法 也得到了上级法院和当地政府的肯定 通过民歌法庭的参与 我们在审判活动中 发起了大量的社会矛盾 既法院统计 民歌法庭参与的审判活动 我们的调解力 发解力 达到了本人都不得这样的社会效果 民歌歌手参与法庭审判 巡回法庭走进村里审理离婚案 结婚三十多年的老夫妻为何要分手 民歌调解员能否让两位老人回心转意 听神现场正在播出 大山里的民歌法庭 现在给你们方人调查 先要用个四套来 先用你的书装 费在口头 讲出你的书装请求一些 是说理由 你先把你讲 我的理由啊 我的理由是他也没尊重我的孩子 他一直是 一直是没拿我当家人看待 讲嘛 所以我讲完下一个个 我呢 提出的意见他都没有同情我 我从家里面困难 之前他爸的 我要求他他没同情我呢 我这一生在他的跟前 根本没得幸福 那么一个人呢 一辈子老老老老的就过来 现在好的时候了 有点点热 这样那样有点热 热力也长大了 热身弯弹了 他为什么要念我出来 我就问他这个理由 原告认为结婚这么多年 作为丈夫的杨秀元一直不尊重她 经常要将她撵出家门 为此她一直忍气吞声 现在儿女已经长大 没有牵挂 因此要求离婚 原告时朝懒要求离婚 因为她不愿意再委屈自己 那么作为丈夫的杨秀元 又是怎样的想法呢 现在有被一个杨秀元 又真的就跟刚才四朝懒 提出给你离婚 他并讲了很多事情 离婚的理由 现在有你讲啊 你那种想法 我每天这样的想法 他讲的那种 我也冠成成人叉了嘛 但是我有时候 我们在启动上也有 我那么启动上 在启动上 我讲了你那帮 我那叫发生起 我认为人也爱起 那个上半天也爱起就 根本也住人帮也想起 是人的 我吊鱼鞋也有 那这个人我从你车 是人的 他一直要去救他 是吧 我说我从你车 那三个人都没起 那这样是离婚 我从我的内心来讲啊 那我老师也没同意 我的咱们也都没同意 你在你是咱们的都没同意 那从我两个 在开始当家结婚来 朋友男朋友 那今天是奇怪困难的 在记得有两票的 嗯 我又不过结婚去 他今天他起重心 他想要离 那我也没想当 那是确实没想当 离 被告杨秀元并不希望离婚 称自己以前有些过错 但愿意改正 希望能够和原告石朝栏 一起安详晚年 那他坑就了 我们小山了 用大工 在那我也告诉我们 清楚他 我两个人没通话 从家里没通话 全家都没通话 在因为 在我呢 也是今天他帮你们 发电的 在喊着他来 在管我喊没来的 那今天我们发电的 看张人 那我 我就是人 我们就 在刚才的法庭调查中 原告石朝栏称 他是被丈夫 也就是被告杨秀元 赶出家门的 这与杨秀元之前所说的 妻子是因为一次吵架 而自己离家出走的 完全不同 那么事实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那么现在法庭 向双方调查了一些情况啊 我们的石朝栏 你们是哪一年 结婚的又像哪一年 结婚的 结婚啊 178年嘛 1978年 7月间 我能够7月间结婚的 哦 你们结婚 是只有两岸吗 还是这么 是我妈迎她来 所以她娘 我吵架她讲 是你妈给我送你上门来的 一直没得交往的 没得认识的 在我家的佣家 我妈个推过来 推过来的 她的舅妈的 就会说好我的妈个 推了把她 推了把她的 后来的 你吵架过后 你真的吵架 可是你妈送你来的 没事我和你家结的 今天就在你肚子底下 要啥喊你来一场辣呦 你也同意我一场辣呦 那是我娘喊我来 我娘喊我来 我两个都没来的 我娘娘对你家 怎么回来 我娘在大厨跟家 我发着你 真是关我娘的家 我这个佣家都接你哦 她破浪家 就是引我下作 那我已经用家都用家 我来看过去哦 你救命都 你救命都 这是认识呐 你都已经起床 浪家也起床 要推你上来 我没来啦 推我低路飞 我娘家 你们可能我都跳下大巧克 我没得发 我整个娘来 那你讲那些 我没见过 我这 你来的大厨跟 来到你家 你都还看她相应 我把身体网上你了 法庭上 原告石朝兰称 36年前 她与杨秀元结婚 并不是自己愿意的 而是母亲包办的 是母亲逼着她 嫁给杨秀元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跟钱都拿过 自己拿过来 我妈妈这个腿有了 已经发现我那大孩子了 我没办法 我只有挺好人家的吧 原来石朝兰在与杨秀元结婚之前 已经与当地一个民兵生活在了一起 并且有了身孕 但由于母亲不同意 她被迫离开了那个男子 与杨秀元结婚 有些女人在结婚之前 根本没有人 夫不认识 是吧 只是通过亲戚 该少见面了 好 都见面了 是吧 见到吃面 好 你们到房间等你结婚 搬去 搬 搬你结婚等你吗 没得 一直没办 好 一直没得 搬我了杨秀元 没办 那所以她在讲的你男子没得吃 你可要能乱吃 那个没吃 那个是搬点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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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地丰盛嘛 是吧 搬酒了 我搬 我搬 我跟他搬酒 那时候搬 结婚过后 你们夫妻的感情还是如何 夫妻感情没得能的感情 到现在 一直到现在 没得哪一天 这样是 好好的 好好的 老老的 相对我 你们现在有几个子女 四个 三个 三个 三个姑娘 全部当家的 健身 我把我的身材 全部引大 就这样 原告石朝兰 带着身孕 与被告杨秀元 结了婚 在将这个孩子 生下来以后 在随后的岁月里 夫妻俩 又生下了两男一女 那么两人婚后的生活 怎样呢 因为 就是因为我把那女 带着那个孩子来的 因为我把那女 带着那个孩子来 现在有了 是你娘 她生的这几个孩子 几个两家的孩子 你们也管理解 是 两家的孩子 当时她讲得好 后来我娘 她生个好 她有她的孩子 她有个有养性 是 我讲这个话 你们也管理解 都是一致 一直是疼爱的 之前呢 把这个 引起这个 产生 这些矛盾 原告时朝栏说 由于自己是怀着 别人的孩子 与杨救援结婚 因此杨救援一直 歧视她 两人的婚后生活 也因此不幸福 民和歌手参与法庭审判 寻回法庭 走进村里 审理离婚案 结婚三十多年的老夫妻 为何要分手 真的吵架 可是你妈懂你来的 没事我和你家见 今天觉得你住地下 你叫啥 怕你来 你才来哟 民歌调解员 能否让两位老人 回心转意 为人一定要进城了 你分眼大事要小些 庭审现场正在播出 大山里的民歌法庭 我问你 你这是提出离婚的 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主要原因就是他念我出来 我要问他的理由 为男子要念我出来 人生没缠 何故没缠 男子我都要他搞的 要结束 他为男子要念我出来 念我念的那个缠 头发念我 哪里好 你看哪里 我没点哪里好 我追个祝物 祝物 好 他就打电话 把载 载要他就接 他就接我 我也服从他 我也来的 来 头肺我也来的 来到 每到三天 每到十天 有吵 吵过两个人 那你有吵架 你可以接我来 无能人 那坐在你的肚子地下 要你来嘛 再让我去接你的 法庭上原告称 因为他与被告经常吵架 而每次吵架 被告杨秀元都要将他赶走 因此令他心灰意冷 要求离婚 对此 被告杨秀元 会认可吗 他就讲是讲旅婚了 那是 他讲的是 那七年旅婚是吧 那我得去接他 那他就通 那天再讲 我得去买 过来呢 后来呢 也是 因为我两个也无觉无觉的 没晓得 他走哪里 我到他家也去找 那他家也找 那我没晓得在哪里 就我偷了个人 找不到 那他让他们通电话 爹还通电话 那我讲 你这样买过来呢 因为我们到时候买嘛 他讲 他讲 他现在就读书 我现在他家也要 那是广东的 他把你自己读书 我说 他讲 他来 你考虑好吗 接我可以 左边考虑右边考虑 那他说 他说 他放在房子 没想到 他说 你三层楼 你干房 那边 那我到时候 发生了 是住人的干房 我没得拿你好 我只有一个住屋 当时你讲 我在相互人间 当时你讲 你是你母亲抱把你的房间 那你母亲 该送你给杨秀元的时候 你是不是支援 那我是带我 大地在身上 那他推我来 我没得发 也就是在他那里 那也就是愿意了 是吧 那也是没愿意 那没愿意 这多少年 能扔过 那都是能扔过 三年两头吵 原告一再称 他与被告杨秀元 经常吵架 并且被告杨秀元 还打过他 按说 作为丈夫 的确不应该打妻子 那么被告杨秀元 究竟有没有打过原告呢 但是安地上 那你给杨秀元 问一下 你们前回我也问的 我两个吵架 恐怕的原先吵 从没打过家的 打家我也承认你们打 你打过我一次 留别人 我没打过 我哪个是你拿到宅来陪 那没陪 我没陪 你们看好 你们看过包宅还是大宅 你经过你都陪我 我的月子头 我那宅处 我咋说别人再打 我都讲的 那你来 还有一个包呢 在来的 那是在的时候呢 大个人 你也在那厂后 两娘在那厂后 做不懂 我才处那五眼球 我来没处五眼球 所以我家那个狗呢 你给钱呢 在来包 我来包 我包进房间一个 你的虫呢 没得经过打我 你没讲说经过五个呢 看看它大 还是光包 你经过你看 没得经过 你都把那个 被陪我来的 那我 只讲这个房子 多年开吵了 我老师经没打我 都是多年 你都想我打 你还我承认他 哦 那我 打那厂后 要陪那个人陪 你首先陪我承认他 你打 你明打 你没打 你都打那会 你安打 你安的啥怎么用打 我冰的时候 要你陪我 在那边看 冰里面看 要我冰 我在五头 我以谁啊 你在那边放 你就没看 你一概念到那 你都管不住 就管看 我把这管去 现在 你都没喊 我将害我 现在是冰 你两多两少 起点没让我煮来 不然你再买油 你去 你再打针 所以辈子都没得来几发 从之前来讲呢 也是 我两个乡亡亡亡亡 那都管 从没得来几发 辈子都没得来几发 辈子都没得来几发 我没得我管 我看 你了心没了心 那你家男人 那一个 我将和我都改了 那一个就是 你一个就是 你就是 你就是 那我将和我都改了 就是 炒了嘛 等于是 那一家相当相当 那一个也管没得 一个管一管 也没管你 你 只要我管你 你怎么管我 那也没得 我怎么还没管你 你那一辈子 那还管你 现在是 基督法院 有原告 就是你有种 真实消息法人提供的吗 我没得 我都要求你 哦 原告养学院 你要有什么人家 消息法人提供的 没得 应该说 石朝兰和杨秀元 两位老人的婚姻 在当时 有一定的历史特殊性 37年前 封闭落后的山寨里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还左右着 当时青年男女的婚姻 就是因为母亲不同意 已经怀了身孕的石朝兰 离开了喜欢的人 被迫与杨秀元结婚 这也为两人的婚姻矛盾 埋下了根源 面对这样的情况 民歌调解员 又该如何进行调解呢 让我们继续关注 接下来的法庭审理 在刚才的法庭调查阶段 原告石朝兰称 两人的婚姻 一直矛盾不断 那么被告杨秀元 又是怎样认为的呢 当时知道他结婚了 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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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说在意什么 不在意 不在意 当时是怀了孩子 还是带孩子回来的 带孩子过来的 带了一个孩子 在肚里面 在这里生的 在这里生的 在我这家生的 在我这生的 当时你也没在意这一块 被告杨秀元说 虽然妻子石朝兰 与他结婚时 怀着别人的孩子 但他并没有在意 两人的婚姻也还可以 只是这两年 才开始吵架 这是怎么回事呢 被告杨秀元说 妻子出去打工 他并不知道 只是因为一次争吵 妻子就离家出走了 但原告石朝兰 却不认可 正如原告石朝兰所说 他与被告杨秀元 在一起生活了36年 矛盾不断 两人的婚姻 因为他的大儿子 是别人的孩子 而一直有芥蒂 那么接下来的法庭辩论 双方又会有 怎样的观点呢 因为母亲反对 怀着深运的 他离开了所爱的人 36年后 儿孙满堂的老两口 闹上法庭要离婚 大山里的民歌法庭 民歌调解员将如何用当地民歌进行调解 态度坚决的妻子最终能否回心转意 庭室现场正在播出 大山里的民歌法庭 判调查都是结束啊 一定该调查都得超过 现在就是犯别人就来 是什么 你讲看看 他也没让我当任的很刚 我就 我就要离开他 我没离开过再 哎呦 我一个养学员 做变当法院 你讲过年年 那你说讲过年年 我吵了嘛 不是呢 是吗 我自己严育脏脏 我开车子拿东西呢 好 那我讲开车东西 那你就 那他起来看不不也有 那有没拿嘛 是吗 恐怕也有 我过没心我过来 那有没拿拿嘛 那我得讲 他求生也得讲 我得国的疲惫 像你的疲惫 你看 那个 跟我也得讲 那我也吵 人家是拿 开车拿拿 你他也拿个门 当热门的 那三个的都没讲过了嘛 就两个把这同气同住了嘛 人家 本一法律 这个民宿法规定的 人民法院审理理分案件 应当阻止 条件 那么现在 我们阻止你们双方 进去条件 在法庭辩论中 原告石朝兰坚持要求离开丈夫 而丈夫杨秀元 却坚决不愿离 接下来 法庭的调节工作 将如何进行呢 原告提出的理分理由 我听到半天 讲的都是因为日常生火当中 在生火生产 这方面一些消失 从方因为没有相互沟通 而引起来小矛盾 发生一些小口果 没有很大的矛盾 那也就是人去腾生 听着 你也先听我跟你讲 如果讲得活了 你要听 讲不活了 你有你自己的意见 好吧 所以我们的愿望呢 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和好 从你们的理分来 这种人比较不 不渐渐 到这半年 这个不渐渐 自身 你们双方 那没有问题 你还要征求自己的意见 是吧 家庭成员的意见 这个也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问题 所以要考虑一下 对这份 在调改之前 我先讲这点 那不下面还有我们的 人民陪审员 同时还有我们的民国调改员 他们都是年龄 要和你们相当 甚至还要大 是吧 生活越来比较豐富 工作越来越 今年也有 同时他们在我们的地方呢 参与条件这种民间纠纷 今年很丰富 所以我们邀请他们来 今天来是三千年夫妻的 哦 我年半年 我藏没好 我年半年 龙上豪老人 今年已经七十多岁了 是一位在当地 很有名望的民歌手 多次参加法院组织的民歌调节工作 这次开庭 老人还专门为原被告夫妻 编了一首劝夫妻歌 利用这首歌来进行调节 为人在世独有错 没得那个是我人人 上方各处要改正 莫要单怪那一人 有错不改 神比诚 知错改错 是聪明人 夫妻千万莫度金 且莫杀奋 没讲情 好坏该方有评论 家中人也看得清 不良思想要支持 一切卸念要出根 那个家庭没有去 哪个夫妻没相争 自己妻妻妻妻心 莫把怨气藏在心 喜剧日久 这阳城兵 这种还是害致生 生气争吵 会肺盖 云山自然见光明 少是夫妻老是不安 如今不好要失前情 要以当初的恩爱 要向家中人生们 刚才我们的培设员讲了很多 看你能想法 你把你的想法讲一下 好吧 我没那么想法的 真好 怎么来大个呀 是不是可以给大家 因为刚才被告也有当庭 在法庭上 也得下了以前的布置之处 也扔了错 便要报真 要我没上去 我也没牵连到你们 对 你应该 就刚才我们培设员 龙上豪总之将的 他知错就盖 他作员作出报真 他要你们写 他要你们报真 原告石朝兰起诉到法院 要求离婚 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 虽然龙上豪老人的民歌 聚聚在里 但石朝兰的心 并没有一下转变过来 所以现在我们请 我们民歌调解员 黄林芝同志 跟双方专事工作 好吧 两个老娘都是讲的 关系的 你们两个老娘的家庭矛盾 你们有的特别大的矛盾 黄林芝是荣江县人民法院 聘请的十多位 民歌调解员中的一位 在当地 也是一位很有名气的民歌手 从小喜欢唱山歌的黄林芝 2003年开始 就被债豪法庭 聘请为民歌调解员 黄林芝 黄林芝由于年纪较轻 因此这次 她站在晚辈的角度 特地唱了自己编的一首 奉前二老 莫变新歌 为人一定要精神 你分音大事要小啊 那结分都有几时啊 谁啊如今才来是拐美人 心有缘也慢慢讲啊 大家共同照愿啊 夫妻通常有工啊 整呐 为何说分酒利啊分 大事发小小发了啊 妈妈免得发远都来开听啊 你分有有事没好嘞 别人把你来看清 热你在世要脸面嘞 谈唱能多难得听啊 我红钱热闹快清啊 心嘞 想想自己的年啊 零 快飞家中把富翔啊 热你在家等你啊 嘛 待免热闹八国 和听啊 牵手走出八边门嘞 你讲在双方的行刊上 是嘛 他从内心上讲的 我们的农村人 有很多人 他没得问法 没得问法 你可以讲你那些文件 和你 他们不被听见 我们农村人 有喜欢听三个 我们的自由 用三个的行事 来跟他们调解 他们疏通他们的心情 他们都容易接受 在刚才的法庭辩论阶段 原告石超兰 将自己的离婚理由 说得十分充分 被逼结婚 没有感情基础 因为怀着别人的孩子 受到丈夫的歧视 为了孩子忍气吞声 现在孩子终于大了 于是他就想自己解脱出来 但民歌调解员的劝解歌 可以说句句唱在了两位老人的心里 那么最终 这对老人能否和好呢 黄林芝的一曲《凤千二老末》变新歌 终于打动了原告石超兰 石超兰愿意继续和丈夫杨秀元一起生活 但却要求杨秀元做出保证 那我表达和那三个人 今天我娘也是在法庭的面前 他们也爱好 你也是上述上来的 这有这些我做的 有人报章 他就讲公平话 是吗 我表达那三个人 我眼前我娘就发远发远 我就就客了 你要就重新走人 那些我都当错 我就问错 刚刚就干一下 今天我娘重新走人 我是养人 哦 从外观当中 法庭面前我讲错 等你来讲我 还是讲过错的话 超过原则的话 我已经也错 我就没讲啊 随着被告杨秀元当庭 保证改正以前的错误 这场离婚纠纷终于调解成功 那现在等他呢 我们书记员把那个报章说 刚才被告杨秀元将那法 写出来后他签过字 好吧 那么今天通过调解 远被个双方 扶起火号 那么现在我们在 我也重新走远你两个 以后这个 喜喜富富 背景火号 好吧 一直在这场上 中来降服 服量服装 是吧 降服替的 在老年 老年 到这半年 应该公渡万年 现在宣布 别停 正如民歌调解员所唱的那样 哪个家庭没有气 哪个夫妻没相争 一句句来自生活中的哲理 终于打动了原告诗超兰 在法官和民歌调解员的努力下 一个即将破碎的家庭 终于重新和好 而中江法院这种具有民族特色 贴近生活的审判方式 更容易走进杨秀元这样当事人的心里去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停写现场 我是琪琪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